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CCYP邓宏说法节目 随着新冠疫情的扩散 针对亚裔的种族仇恨事件不断的增多 遇到这类事件应该如何的应对呢 本周川普政府出台了哪些移民的新规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席位花落谁家呢 全美抗疫运动为何又掀起了高潮呢 今天我们请邓宏律师为大家分析这些问题 邓宏律师是专精刑事辩护及重大伤亡事故理赔的美国联邦律师 他每天收集一些重大的法律新闻 每个星期五通过华人工商CCYP平台 向全美各地的华裔新移民 介绍过去一个星期当中的重大法律新闻事件 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和加州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知法守法聚力力争 邓宏律师你好 你好 凯迪斯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在这个星期您觉得有哪些重大的法律新闻值得我们关注呢 对 在今月新闻之前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 有关于微信TikTok的最新进展 因为在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天的时候 联邦法官Billa公布了临时禁制令 因为在18号项目部说我们要这个WeChat Tiktok下架 并且的话在下面的这其他的功能的话 要慢慢的要禁止使用 所以这部分法官Billa做了一个临时禁制令 禁制在微信这方面他做了一个裁决 也就是说这个在项目部所公布的话 就侵犯了民众的第一搜证案 还有的话剥夺了民众的权利 还有剥夺了民众公平的程序 所以这个项目部18号所公布的这个禁令的话不能生效 不过来说在今天早上星期五凌晨 司法部的话像这个提出了一个临时动议 要求法官的话考虑在上诉这个法官临时禁制令 到春会法院的过程之中 希望的话能够在这个周末27号 这个能够禁止Apple还有Google的话 再提供这个微信的这个原体 他以理由就是这个WeChat这个软件微信的话 已经危及到美国国家安全 所以这个法官的话有可能会在这个周末做出裁决 不过来说他这个临时动议只是说 现在不能要将这个WeChat下架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民众依然还是可以使用 现有的WeChat这个软件 不过来说究竟能够使用多长时间 就要看春会法院的最后裁决的 当然现在离这个最上诉法院的这个判决下来 至少要两个月到三个月 11月3号是选举 选举之后会不会这个 这个这种中国软体的面临的危机会不会解除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现在都是选举阶段 同样的TikTok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TikTok的话虽然本来要买卖 但是的话这个交易美国总统在周末的时候 在上个周末已经说我会祝福他们 美国政府已经初步同意 让这个美国的这个Oracle公司 还有罗马公司这两家公司购买20%的股份 以后80%的股份是由中国的字节跳动所拥有 在字节跳动这个总公司里边的话 有40%的投资人是美国投资风险投资公司 所以基本上加加起来的话 美方这方面的总部占有的会超过53% 变成美国主要的公司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总统是表示认可的 并且的话这家公司会拿出50亿美金作为奖学金 所以这个的话虽然没有直接交钱给政府 但是的话拿出50亿来给做公益事情 总统也认为这是可行的 但是最后在成交 必须要中方的同意 项目部为了争取一点时间 本来9月20号要开始 要将TikTok下架的 现在的话将这个禁令同样的延到27号 在今天下午2点钟 这个司法部必须要向这个DC的法官Nikolas提出证明 就是说要不要将27号下架令的话延后 现在的话就要看看 如果是这个法官说要下架或者是禁止下架 这个部分的话 TikTok的话也会受一定的影响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华人经常关心的 这两个人体的最新进展了 因为斯伯格的大法官去世之后 现在各方都非常的关注 谁会成为他的继任者 那邓律师您是如何分析 当下最高法院的局势的呢 对 当然在上个礼拜五下午的时候 最高法院宣布Ginsper去世的消失 这个马上的话引起各界的关心 因为毕竟Ginsper的话是美国大法官 最高法院里面最自由派的这个法官 他一直不希望川普总统的话 这个提名一个保守的法官来接任他 所以他虽然是80多岁做了三次 动了三次手术还是坚持不肯退休 就是要熬过来 以后让新的总统有机会提名任命 一个自由派的法官 但是他熬不过川普总统 所以基本上川普总统的话 已经表示他会提名 这个一位女性来接替Ginsper的位置 同样的 这要一个大法官 因为是属于终身制 以后这个事关重大 一旦指总统提名之后要参议会是同意的 当然参议会在2016年 欧巴马总统要提名 这个Garrett作为法官的时候 这个当时这个共和党的领袖 这个Occano也是赵小梁的先生 他就说现在总统选举 这10个月就要出销了 我们不适宜来讨论总统的任命 让相来的总统来决定 现在离选举还不到40天 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当然这立场马上改变了 他说我们要尽快通过 所以众议院的话 当时两年以前 他说因为选举靠近了 我们不讨论人选 现在的话就说我们要讨论人选 关键其实是因为当时 欧巴马所提名的是 属于民主党自由派的法官 而是在众议会里面 是属于保守派的 所以尽管总统提名出来 也是一场恶战 以后不可能会让 欧巴马所提名的 这个法官通过的 所以站起来的话 就是两败俱伤 不可能有结果 而这次里面 他们要快刀斩乱麻 因为11月3号 结果会怎么样 白宫会不会换主人 参议会 民主党会不会占多数 现在都不知道 但是起码在现在的阶段 在1月20号之前 这个选举之后的话 这个总统在1月20号之前 损失 所以他在1月20号之前 都是共和党所主控的 这个白宫跟这个参议员 这个参议会在这两个都是 都有自己的掌握多数票的情况之下 如果不通过 共和党有可能会失去个 很好的机会 所以现在的话共和党已经是要进行听证会 当然现在如果是民主党要阻止参议会的通过的话 他必须要争取到四个票 四个反对票 目前只有两名女的参议员是共和党的 他为了他已经表态 希望能够延后审理 但是他要争取另外两票 非常困难 其中一个最有希望的话 就是Mit Rami 犹太州的参议员 他已经表态的话 他会支持现在就是投票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很有可能在11月3号之前 会有一个这个川普总统提名的 这个大法官可能会得到确认 目前的话有两位候选人 一位的话是来自新加哥第七首 孙议会法院的这位女的上诉法院的法官 他曾经帮Scalier这个大法官 保守派的大法官做了助理多年 以后七个小孩子 以后保守派非常保守的 他认为他是信奉天主教 不认为女性有这个堕胎权利 另外一名的话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 这位Barbara Lagos 他是拉古巴伊第二代的这边长大的 他也是保守派的这个法官 所以这两名女性的法官的话 很有可能会进行听证会 最后还会确定这名其中一名会当选大法官的位置的 美国众议院当地时间9月17号的时候 通过了一项决议 选择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反亚裔的言论 那请问一下邓律师 具体的决议内容是什么呢 对 因为在过去半年之内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川普总统到民主党 还有很多这些政界人士都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或者是功夫病毒 以后将甩锅给中国 而导致的话很多这种种族歧视的行为 这种情形的话 因为我们华裔也是虽然是在美国长大 美国生活跟中国没有关系的 也是因为这种中国病毒的这种种族仇恨这种口号 这种行动之后的话 很多华人的话都受到牵连 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华裔的国会议员Grace Moon 孟昭文是代表纽约州的 他在国会提议就是谴责 因为新冠病毒而歧视亚裔的这个决议案 以后这个决议案的话 众议院已经通过 当然这个决议案跟一般的法案 不太一样的地方的话 就是说一般法案的话 是牵涉到联邦政府经费权力的分配 所以这种改变法律的话 必须要众议院通过 参议院通过 两个议院通过之后 最后总统签署才能够成为法律 但是这个决议案 resolution的话 就是表达一个政治立场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他不需要两院通过 也不需要总统签制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众议院还是属于民主党占多数的 所以他的提案的话 在这个星期也得到了众议院的通过 表达的话 选择目前出现的 就是歧视因为新冠病毒 而歧视亚裔的这种不当的行为 随着疫情的传播 针对亚裔的种族仇恨事件 确实是不断的增多了 住在洛杉矶县英格伍的一个华裔的女性 遭到了两名非裔男女无辜的暴打 那邓律师能否帮我们就这个案子分析一下 如果现在亚裔遭遇了种族仇恨的事件 应该怎么办呢 对 尤其是最近的话 就是针对华裔亚裔这类的话 种族仇恨事件是非常频繁发生 最近发生的话 这19号的会 一位住在英国的杜姓华裔女子 到旁边的7-11去买东西 没想到进去的时候 遇到一男一女的黑人青年 他就是说你不在这边 这是我们的地盘 我们不欢迎你这牙裔 以后要将他的手机抢过来 他那时候 这时候他要求电源去打电话报警 以后他电源没有打电话报警 以后他抢了手机再摔下地上 这时候电源报警了 以后他这两名黑人赶紧要逃走 以后这位华裔的女子 赶紧拿起手机 另外一个手机 要拍下来这个车子 没想到到门外之后的话 同样的这位人出来 又要抢他的手机 这时候他求助旁边那个黑人帮帮我 以后旁边的黑人也说 我不会帮你们 这个Chinese以后 后来警察来了 也不愿意立案 这种情形的话 当然越来越多 在各地都有发生针对华裔的 这个种族仇恨的犯罪 像这类案子他抢的东西就是因为 他是东方人 因为是从华裔 这已经是构成了种族歧视的行为 在任何一个事件里边的话 一个犯罪行为 因为别人的种族而发生了犯罪的话 这叫仇恨犯罪 仇恨犯罪的话 他单独这个讲话 他是原论自由的 但是在犯罪过程之中带来这种有仇恨犯罪的 作为种族歧视的原论的话 这个变成了一个仇恨犯罪 所以提醒大家的话 这种情形之下 警察应该立案 但是的话 你也知道 我们现在目前 尤其是在这个星期 引发了另外一波的对抗警察的这种 这种游行示威里边 警察的话都不敢得罪非洲一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他们能够的话 就是说不要将事情恶化下去 所以他们也不太愿意立案 所以在目前针对这一波 这个种族仇恨的犯罪的话 我们华人要注意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的话 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因为毕竟我们在一个 现在目前的话 警察的自信难保的情况之下 不能够将自己的安全寄托在警察手上 最好的方法的话 就避免去一些可能有争议性的地方 或者是晚上出去或者单独出去 以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个好汉不吃眼前亏 遇到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如果我是这位华人女子 我不会追出去来拍照 因为你拍照以后 又能够做了什么东西 以后万一他对方有枪呢 以后你追上去的时候 他用枪将你开枪打死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都要知道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的话 也不要沉默在我们洛汉基 有很多这种民权团体 包括这个Asian Pacific Legal Center 以后就是它名字叫Advanced Justice 这家Center的话 就专门是统计 并且的话这种仇恨犯罪 为我们雅医在民权方面声援了 所以不妨有联络这些民权团体 以后向警察局施压 非常感谢邓律师的提醒 川普政府9月22号的时候表示 将重新对绿卡申请者 执行公共负担的财富测试 这个规定其实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曾被叫停了 邓律师能否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测试会如何影响移民呢 对 在这星期里边 它有两个重要的移民方面的问题 这个信号消息要引起大家的关心的 第一个的话是针对这些 申请绿卡的人士 我们知道的话 你要申请自己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子女来美国 你都要做这个经济担保 做经济担保的话 最重要是避免这些被担保的人 新的移民来到这边的话 成为政府的负担 在担保里边呢 就是说你是有这个能力 万一这些被担保的人移民过来的话 他们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 那你的担保人的话 要承担抚养他们的责任 这样子的话 不会让他们成为美国政府的负担 所以说在这些人来到美国之后 要申请绿卡 必须要证实 我在过去 来到美国之后的话 我的自力更生 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或者是靠自己的家庭养活自己 没有申请政府的负担 但是在去年2019年开始 移民局就说 对这些领到政府福利的 这类人士的话 申请绿卡的话必须要拒绝他们申请 所以他们增添了 public discharge这部分以后 但是的话 后来因为新冠疫情以后这种情况之下 联邦法官他阻止移民局要求民众 拒绝这些领到政府福利的民众 申请绿卡 但是没想到的话在8月后来上述法院说 这个法规早就在那边的话 移民局有这个权利来执法 所以要求这些民众在申请绿卡的时候的话 提供证明这些福利的话 自己没有成为美国政府的负担 当然这个部分在申请公民的时候 他并没有要证实 你有没有申请政府福利 所以针对这种自己的个案的话 在申请绿卡之前 最好是咨询一下自己的移民律师 避免的话就是因为自己申请了政府的一些福利 而被拒绝 另外一个的话 移民消息的话就是影响到很多留学生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移民局已经向联邦公告里边的话 做出一个调整的声明 因为联邦政府要进行改变政策 他往往必须要向民众进行通知 这个通知的话是往往发生 发表在联邦公告上面 这个联邦公告说的话 现在要申请进美国的留学生 原来的话有限期的话是Duration of State 只要你在学校念书 你都可以合法居住的 因为很多大学的里边课程选不过 或者是你要继续念双学位 这种情况之下 只要你收满12个学分是Full Time的 Foreign Student 你都可以合法居留在这边 但是新的规定的话 他说他现在要求所有的学生签证 最多不能够超过4年 F1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还造成很大的困扰 就是说有些学位4年之内拿不到的话 那你必须要申请延期 并且针对一些中东国家 北韩来的还有这些亚洲来的地区的话 他的签证的话限制在2年 所以这个部分那边的话 联邦公告30天之后 以后已经会关闭 关闭之后的话 他会做出更具体的措施 但是这个目前的话 我们还不知道 现在在美国的居住的 这个近40万的中国留学生 会不会受影响 所以这个还不知道 不过来说针对自己 移民身份的问题的话 我还是提醒大家 要跟自己的移民律师相量一下子 最近的这一波移民政策的改变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移民身份 美国26岁的黑人女子泰勒 3月的时候在家中遭警员击毙了 肯塔基州的法院9月23号 决定不起诉三名涉事的警员谋杀罪之后 就触发了美国多个城市的抗议活动 邓律师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对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的话 Brenner Taylor他被杀了 在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以前 Luzville这个市政府同意赔偿 1200多万作为民事赔偿 但是他家属不满 还是要求检察官起诉 但是在昨天检察长 这个在肯塔基州的检察长 Daniel Cameron的话 他这是一个黑人 也宣布大陪审团 没有办法起诉三名白人警察 目前就是因为不愿意起诉 而导致俱加哥地方 罗汉基地方还有纽约地区 包括Louisville的话都发生暴力的 示威式行动 在Louisville有两名警察 已经被游行示威的民众开枪 受伤 有更多的这种游行示威活动的话 相信也会在全美国里边再度展开 这也是George Frod这个案子之后的话 引发了另外一波的全国性的游行示威行动 当然这个案子里边 主要是说3月12号的时候 警察三名白人警察 以后要执行法官的搜查令 因为根据线报 当时有一位贩毒人士 从Teller这个地址里边的话 拿到毒品的 所以他们向法官申请搜查令 在申请搜查令过程之中 这个警察也说我们问过邮差 这个地方的话也是接 我们也是接送 还有接到一些可疑的包裹 以后以这个理由的话 向法官申请的这个搜查令 当然这个搜查令里边 法官是给予警察 no knock这个权利 搜查令分成两种 一个是knock and announce 你敲门跟他讲警察来了 开门开门这样子 这种的话就是knock and announce 但是有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担心的话 你警察一敲门以后的话 一说是警察有可能的话 别人将毒品放在马桶里面去冲掉 没有证据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法官会允许是说 不用这个表明身份 直接撞门而入 这种no knock的搜查令 当时的话在凌晨 在晚上的时候 三名警察就是拿了这个法官的搜查令 no knock的以后撞门进去 当时这个在救护座做紧急救护员的这个职位的这个Teller 跟他的男朋友正在看电影 这个在电视上看电视的时候 一听到有人有声音 门外有声音 他的男朋友Walker就说 是谁 是谁都没有硬 他就赶紧去拿枪 没想到的话 这个警察撞门而入 以后这时候Walker的话 以为是有人来抢劫 所以赶紧开枪 一开枪的话 打中了其中一名警察的大腿 以后这时候三名警察同时开枪 以后将Teller打死了 以后这个案子里面的话 最后这个救警警察有没有疏忽 有疏忽 但是的话 有没有达到这个可以刑事起诉的 所以这个案件的话 一般的刑事起诉 透过两种程序 一个是检察官先起诉 以后这种情况之下 但是法官会有进入一个初审 怕你抓错人了 怕你这个证据不足 以后没有这个必要里面的话 拖那么长时间 所以这个初审里面是公开的 所以辩护律师可以交叉盘论这些证人 这种情形里面的话 就是所有程序里面的话 都是公开的 但是对一些大的案件 像联邦案件的话 检察官往往不采用这种初审 公开的程序 他会进行向大陪审团提供 大的陪审团的话 是有20多人组成 他们听了检察官的证词 听完证词以后决定要不要起诉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第一是保密的 以后外界不知道 第二个里面没有法官 没有辩护律师 所以只有检察这些大陪审员 以后的话 他们不是一般我们收到那种陪审员的 传票那种陪审员 他们是任职一年 都是往往是退休人士 他们听了这些检察官提供的证据 他们决定要不要起诉 以什么罪名起诉 所以这个大陪审团一旦起诉之后的话 就不需要经过初审的程序 直接可以打陪审团的 在Kentucky这个检察长是一个黑人 Daniel Cameron的话 他就是负责起诉这个案件 以后他是属于共和党派的 所以也得到川普总统的赞赏 所以他昨天宣布的话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 要刑事起诉这三名警察 当然的话得到保守派 还有川普总统的赞赏 他说这个是执法 就是按照证据来执法 当然提供什么样的证据 现在家属的话就不满 他说为什么你现在起诉 其中一名白人警察 就是因为他乱开枪 打到旁边邻居的那边的窗户 那墙壁以后里边有三个人 现在你指控末世生命 以后鲁猛开枪 这鲁猛开枪的话 就是说这位那受害人是白人 但是说你为什么不向楼上的话 他也打到了 为什么不打那边呢 为什么这个Taylor被打死了 你不追究他的责任呢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因为家属指控 他是一个政治操作 要求公开大陪审团过程之中 这个检察长 黑人检察长 有没有刻意去袒护这些警察 所以目前的话 黑人社区他们一直的口号就是 No justice, no peace 没有公平,没有争议 就没有安宁 所以他们现在又再度 因为这个案子走上街头 面对示威抗议有不同的声音 有人是支持的 但是也有人反对 在5月31号 有一名华人男子 居然开车冲撞了 帕萨迪娜的游行人群 邻居师现在这个案子的情况如何 对,这位名叫Benjamin Hung的华裔男子的话 在他5月1号 在South Pasadena Old Town里边 在Fail Oak Colorado的路口里边 看到有上百人 这是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黑人的游行示威团队 支持黑人运动的游行示威 他开的车子里边的话 向游行队伍冲过去 冲撞了后 光好有便宜警察也将他拦下来 后来在他的车子烧查 发现的话 他身上带有已经上了糖的 已经上了子弹的这个枪 以后同样的他也发现了很多这种武器 还有子弹 后来他们就是以这项罪名非法持有武器这个罪名的话 来起诉他 当然这个起诉里边的话 这个是在加州的法院里面起诉的 但是这个因为他车上里边的话 也贴有美国国旗 还有极右派的这种支持跟白人极端主义差不多的这样的言论 所以他们继续调查 发现的话 他这个Benjamin Hahn的话 他除了自己Semarino家里边有很多枪支之外 他在北加州一个叫Lito的 他自己的酒庄里边的话也有很多的枪械 他将很多枪运到那边去 并且说他要将酒庄变成一个所谓的 这个暴力的防止暴力的这个防暴训练营 以后所以这个部分 同样的他也发现的话 他曾经从Oregon买了一些很多强枪 这种强枪里面的话 在Oregon是合法拥有 这个但是在加州是属于非法的 这种的话就走势武器罪 因为是属于夸州行为 又牵扯到很多他言论自由的话 都是属于美国 这个有点像白人志向组织 这种极端派的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又找到了那么多的证据 他买购买武器的 所以联邦调查局的话继续调查 所以在这个星期也起诉了Benjamin Hahn 以联邦罪的话 共谋走私武器罪来起诉联邦罪 这个案子的话可以看得出的一样 一个犯罪行为 按照美国的宪法的话 是政府不能够双度起诉 这个double jeopardy的原因的话 就是说一个我们民众的话 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来跟政府对抗 如果是这个案子起诉了 以后没有定罪 那检察官的话还再度起诉 这样子的话 这个我们民不跟官斗 永远都不赢检察官的 所以这个原因的话 就是说一旦只一个民众被刑事起诉 被陪审团判罚无罪的情况之下 检察官是不能够再度起诉 但是这个案子的话 跟double jeopardy不太相关系 因为是不同样的 不同样的部门 在州部门他起诉他的话 因为你带的枪没有起枪证 并且枪的话是上唐的 这次是违反加州的法规 另外一方面的话 联邦层次 他是说你的武器 走势武器是夸州的 我有司法管和权 所以他的指控罪名 他是不同样的 是走势武器罪 所以这两个行为 虽然是同一个行为 但是他都可以 有不同样的部门起诉 当然遇到这种情形 发生的时候 往往是比较 是属于引起公众注意的 有时候杀鸡近猴的案件 就像以前我们提过的 宣男主案件 他跟同学说 你下个礼拜不要上学去 我要干一番大的事情 我有枪 就同学报案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在Pansylvania 他被起诉了 这个威胁罪 但是后来的话 因为他已经以为结束了 没想到的话 移民局追过来 他说你是学生身份 你持有武器 以后又起诉的话 联邦罪 以后这个像罪名 终于结束了 以后一回到台湾去 台湾政府再度追诉 你非法制造枪械 以后虽然是犯罪行为活动 是在美国发生 但是你是台湾公民 台湾政府再度起诉他 可以看得出里面的话 这个司法管和权是非常广的 在Benjamin Hong这个案件的话 他现在面临的是两个 一个是州的案件 一个是联邦案件 在这两个案子 同时进行的过程之中的话 最好是同时解案 为什么 如果一旦州的案子已经被定罪了 那基本上联邦案件的判罚 量刑的阶段的话 你是有犯罪前科的 所以他惩罚就可能会加重 所以这部分的话 要提醒华裔的话 就是说我们美国是保证言论自由的 但是我们最近处理了几个案件 都是一样 我们在这边长大的ABC 他们一股热情 因为政治的斗争 以后每天跟着新闻的话 民主党共和党里面政见的话 让他们夜学崩腾 再加上最近疫情的情况之下 他们往往发表一些不当的言论 或者是好奇参与了一些极端的组织 不管是回教组织也好 或者是只有派组织也好 或者是反发思思组织也好 这种情况之下来面的话 他们一些这种行为 这种好奇的东方的话 就往往让他引发了这些不必要的关系了 好 非常感谢邓宏律师 今天为我们分析本周重大的法律新闻 邓宏律师负责专业的形式辩护 及人体伤害理赔的法律业务 我们平台提供的邓宏说法节目 主要是向观众朋友们普及法律支持 并不构成律师与客户的关系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CCYP华人工商视频频道 和邓宏说法频道 好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